已被硫酸泼在女人脸上 在场没有人敢指认凶手 就因为她拒绝小混混的追求 导致了这场悲剧 很快警方赶到 阿基拉勇敢站出来指认了凶手 没想到她在回去的路上 被小混混同伙拦住去路 他们一刀划破阿基拉的脸颊 作为聋哑人的父亲 看到女儿受欺负却无能为力 但她知道 只有让女儿自身强大 她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于是把她送到武术学校 阿基拉每天认真练习 再加上天赋异禀 无数精通不少 一段时间后 她和父亲再次遇到那群混混 他们又在欺负女孩 父亲鼓励阿基拉去教训小混混 她二话不说 上来就贼一巴掌 直接把小混混闪懵了 她来不及反应 又被阿基拉一脚踹飞 另外三人错了上来 她不再是手无腹肌之力的少女 一个人单挑数个成年男子 霍霍眼看打不过她 气氛不已 拿出硫酸 想顾忌重施 阿基拉一掌上去 硫酸全部泼在混混自己脸上 坏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混混是当地高官的儿子 他们把阿基拉送进少管所 一待就是14年 等他重见天日 最疼爱他的父亲早已因病去世 母亲带着他 投靠城里的大哥 由于阿基拉有案底 他只能去当地一所公益学校就读 第一天上课时 校霸带的学生集体拔课 阿基拉很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 只有他一人坐在教室 校霸对他的行为非常不满 于是在食堂故意打翻他的饭碗 阿基拉没有理会他们 之后在他发表关于 世界残疑人演讲时 校霸再次捣乱 拔掉了音响 阿基拉不紧不慢 用手语完成了整段发言 因为台下的观众 大部分都是聋哑人 阿基拉的演讲获得了好评 校霸又找来一圈混混教训他 他不想再忍让 一顿开挂的输出 这些人很快被他放大 校霸站在一旁不敢说话 然而另一边 更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 一辆车事况撞在木边的石堆上 以胡子为首的四名警察 上前查看 却发现后备箱有大量现金 于是他们商量分了这笔钱 就在这时 车主没有死 从驾驶座爬了出来 胡子心心情念 从背后把车主砸死 随后把这件事 当成普通的交通事故处理 胡子给其他同伙打电话 让手下接得篡改演示报告 就在他们以为天衣无缝的时候 胡子的对话被女友录了下来 他准备向胡子敲诈一笔 女友来到餐厅吃饭 转身的功夫 包里的相机就不见了 每过多久胡子接到电话 里面播放的正是他的录音 回想到当时只有女友在场 他立马找到女友 逼迫他交出相机 从他口中得知 相机被人偷懒 胡子气得一脚踹过去 女友头部着底 当场死亡 他把女友伪装成自杀的假象 晚上 阿基拉在宿舍门口捡到一个包 里面有胡子正在寻找的相机 就在这时 胡子的手下找了过来 两人用枪指着阿基拉将他带走 他们扣下班机 准备杀他灭口 阿基拉趁机把手下绊倒 捡起掉出来的钥匙 解开手铐 将另一名手下敲晕后 迅速逃回学校 把发生的事情告诉校长 校长时时让他回去等消息 阿基拉回到大哥家 但嫂子对他十分不待见 无论不让大哥为难 他只能独自一人游荡在街上 校爸出现在附近 他以为是校爸爸包 放在自己苏神门口 就在几人发生争执的时候 胡子的手下出现 把他们全部带回警局 胡子意识到 在大厅广众下抓的阿基拉 所有人都知道他在警局 没办法直接对他下手 一个邪悦的计划涌上心头 这是一个残忍的刑法 通过电击太阳穴 让阿基拉从正常人 变成精神病患者 这样一来 无论他说什么都没有人相信 阿基拉每天都在折磨中度过 期间还不断给他注射 精神换散的药物 不久后 阿基拉被关进精神病院 但他没有变杀 靠着顽强的意识也停了下来 胡子告诉阿基拉的家人 他精神有问题 母亲身刑他们的话 表示阿基拉小时候 还有硫酸攻击过人 另一边 女警官接过胡子女友死亡的案件 他通过监控看到偷包的人 原来是校长的女儿 他害怕自己名誉受损 把包放在宿舍门口 想让阿基拉捡到包后 交给他报警处理 顺利成章 将相机上交 这样就不会暴露女儿偷东西的事情 精神病院内 阿基拉在病友的帮助下 成功拿到钥匙逃了出来 想拦住他的保安都被轻松了倒 他第一时间来到大哥家 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他们 但他们都觉得阿基拉有精神病 甚至还叫来医院工作人员 将他强行带走 他刚被推上救护车 车子便启动了 原来 开车的人士并有 阿基拉意识到 现在必须让胡子说出真相 才能让众人信服 他找到胡子的手下 把他绑在凳子上 以此威胁胡子 让他出现便为自己作证 胡子很快赶过来 但他们人多 还拿着手枪 阿基拉根本不是对手 很快被他们控制 却在准备击杀阿基拉时 女警赶到 他顺头摸瓜查明了真相 知道阿基拉是无辜的 带着人手前来抓捕胡子等人 可此时 他突然接到领导电话 原来在公路上 被胡子杀害的男人 是黑帮首领的弟弟 如果事件的真相告白天下 一定会引发 黑帮和警方的冲突 为了打局考虑 必须放弃抓捕胡子 还要将阿基拉送回精神病院 女警只好牺牲他 带着手下慢慢走出去 阿基拉崩溃了 拿起旁边的刀 将胡子等人全部处理掉 听到动静的女警赶回来 只见阿基拉挽起衣袖 示意他们为自己注射精神药物 他终究一个人扛下所有 现在胡子等人已死 他愿意用自己 换来黑帮和警方的和平 影片的最后 在女警的帮助下 阿基拉最终从精神病院出来 成了一名聋哑人老师 他经常告诉孩子们 自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女人 电影《十字架上的女人》 阿基拉从始至终 并没有做错什么 这样一个坚强 且富有正义感的女人 却承受了无情的痛苦 好了 这里是唐森林书电影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